感谢主的恩典 那我们不仅是在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一同来领取马拉 吃喝上帝的话语 我想透过今天的科技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话 感谢主 让我们就一早 我们能够来把握 我们先得 我们就是先领受 我们就让我们这一天当中 我们就有够用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以期待的心 来领受 哥林多前书六章 十二到二十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逃避人所犯的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吟 唯有行吟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感谢主 我们就继续透过保罗 来成为我们的顾问 成为我们的导师 来引导来教导我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格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 或许觉得弟兄姊们会问 那如果上帝给了我们 那么高的道德的标准 是不是我们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 我们就好像生活过得很无趣 或是觉得很被受限制呢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 好多的要求一样 但保罗在这里就来回答 他怎么回答呢 在十二节里面他说 基督徒有自由的 他这里说什么 他说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瑕疵 他说基督徒是有自由的 我们在真理里面 我们是可以按着真理 按着我们的良心 按着上帝给我们的领受 我们可以有权利去行的 但是当我们在自由的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够忘记 我们还有相对的责任 还有相对的约束 所以他说我们都是可以行的 这是要提醒我们 在很多可以行的里面 注意有两部分 我们要去避免的 第一个 会不会带来益处 带来好处 这个好处包括什么 给自己的好处 还有什么 对别人的好处 我们不能够只求 对自己有好处 而所做的事情 让别人受损 受伤害 那当然是不对的 我想我们都是受不过去的 所以这个标准 我们要知道 那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做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让我们受到他的瑕疵 就成为一个不做不行的 一个成瘾的行为 以至于让我们的正常的作息 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会受他影响的时候呢 那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要考虑了 好 这个对别人没有益处的 不能造就别人的 那对自己会有伤害 会有瑕疵的 那请问 你还要用你的自由 去做这些事情吗 当然 以一个理智的人 以一个智慧的人 我们当然知道 不 不应该去做的 所以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自由 可是这个世界上 是有会让我们 会让我们软弱 会让我们跌倒 会让我们犯罪 会让我们的身心灵 受到伤害 受到创伤的 那这些事情 我们当然要什么 我们当然要去避免它 我们当然要去逃避它 免得让我们受损 受伤害 是不是 所以感谢主 今天保罗在这里 告诉了我们 我们自主的自由 以及我们要对自己的负责 对别人的负责 对上帝的负责 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来学习 在自由的里面 我们若要有一个真正的自由 那我们就要避免去做 那一个没有益处的事情 我们避免要去做 那个会受它挟制的事情 刚刚我在电视上看到 台湾的电视里面提到说 今天台湾有20万的年轻人 他们成为 就是在家里面 就是依赖网络生活 网络游戏 他们没有走出去的 这样的统计 有20万的人 他们就已经在 网络的世界里面 在过生活了 可能受到 已经受到网络的 这个沉迷了 网络的挟制了 那我觉得 对他们的这一生 这里面 那是有很不健康 很不健全的 不是吗 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要逃避这一些 如果每一天 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 我们就要守在 电视机前面 我们就要看韩剧 日剧 这个华剧 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就不能过 正常的生活了 是不是聚会的生活怎么办 周间的小组要去吗 好 还有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呢 是不是我们就是 完全被捆绑了 这些都求助 帮助我们 好 我们一同来学习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所以保罗说 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在自由里面 我们的责任 但接下来 我们就要面对的是 如果那些事情 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 对别人没有好处 带来伤害的 或是会造成 狭制的 有成瘾的行为 那我们要怎么去 看待他们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 那保罗说 只有一条路 就是逃避 就像保罗曾经 劝勉 提摩泰说 你要逃避 少年人的什么 私欲 当我们看到 约瑟 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不是在抵挡他 他不是在跟他 这个 在做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 征战 约瑟 碰到的时候 他就是逃掉 丢掉衣裳 赶快逃离 那逃避 就是最聪明的 一个选择 好 我们没有办法 在试探的环境里面 在容易让我们 这个 被挟制的环境里面 被受伤的环境 我们可以在那个里面 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得胜 很简单 这样的场合 我们就是选择 就是我们逃避 我们不要进入到里面 所以 在主导文里面说什么 叫我们不要什么 进入试探里面 面对试探 我们就是要远离 远离是非 远离是非现场 好 就我们就是要逃避他 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 当他讲到这一些时候 再一次来提醒 在十八节里面说 我们要逃避 隐形 逃避一些不正当的 不健康的男女的关系 我们要做的就是 逃避 就是远离他 要远离他 快快地远离他 我相信不仅是隐形 还有其他的一样 我们那些会让我们 沉淫的行为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去逃避他 那怎么样做一个逃避 我们怎么样在逃避的里面 我们可以有效地 能够得胜呢 有效地能够逃避呢 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注意的 第一个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不是刚强的 我们是会容易受到诱惑的 我们会进入试探的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 好多吸毒的人说 我绝对吸毒 我绝对不受他的瑕疵 但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同样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先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我们承认自己会失败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个警觉性 好 第二个 我们就开始 我们需要要知道界限在哪里 我们要设立一个界限 这是绿灯吗 我们可以通行 我们可以自由 而进到黄灯了 我们是不是开始就要警觉了 在黄灯的里面 有可能我们在黄灯的里面 我们在那边徘徊的时候 我们就要退出来了 是不是 我们就要退出来了 再下去就什么 再下去就进入到黄灯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界限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可能 当然 我们在黄灯的里面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警觉了 是的 不行 我要赶快再远离了 再逃避了 好 第三个 我们就要请求带导 将我们的需要 将我们的软弱 我们能不能 可以跟我们的 属灵的同伴 跟我们最亲爱的配合 我们说 哇 我有这个软弱 你要帮助我 你要来督折我 为我祷告 我承认 我们需要去面对 感谢主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 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需要坦白告诉 弟兄姐妹们 我的软弱 我们可以一起来 如同保罗说 我们可以逃避 逃避就是得胜 而不是跟他争战 我们要得胜 每一个逃避 就是一个得胜 感谢主 我们想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 今天你对我们弟兄姐妹们说 主啊 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自由里面 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自由 但是我们的自由 没有误用我们的自由 我们在自由的背后 我们要看到责任 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做一些 对自己没有好处 对别人没有好处 让我们成瘾 受瑕疵的 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的 残累我们的罪的时候呢 祝你帮助我们有智慧 我们要逃避 我们要逃避成功 主啊 给我们这个恩典 逃避 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敏锐 让我们靠主 我们能够逃避 一致得胜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